林寅政眼科医师 我今天下班 今天已经是晚上7点42分了 我已经回到我的 住在台北市北投区 自远山路这边住的房间 我们今天比较早下班 我就刚好就说 要去看眼科医师 眼药水没有了 赶快这次骑着脚踏车 骑着脚踏车 下班了 先往自远山路这边下班 然后就想说到底坐公车快 还是骑脚踏车快 就想我每次坐公车等好久 有时候还坐错车子 那既然会骑脚踏车 还是骑起看 所以就骑 今天还算好 我们下班的早 今天刚好 我们有个小姐 她眼睛 我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我们刚刚有个公司 有个小姐 哎呦 我觉得奇怪 眼睛怎么搞的 他们带她去看医师 就在那个中央南路那间眼科医师 大家都知道北德区有一个中央南路 她就去看 结果前面排了十几个人 所以她就算了 她就不看了 就回来 大家就可能要找下班 然后再带去其他眼科医师看 当然眼科医师是被人家讲话的 他们劳益不均 赚取暴力 我今天去看 这个林医症 我以前认识她 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 我爸爸住阳明医院的时候 我认识她 有一次我眼睛要点 眼药水点 点得不好 我去找她 好像是林医师 帮我测 还是哪个医师帮我测 所以有肝炎症 然后就开始进行治疗 那林医师年纪轻又帅 你可以认识有好几个 我今天去年运气很好 然后电脑一下子 骑车车骑得很顺 从天母东路 一下子到中城路 沿着天母棒球场 旁边一走到德行东路 德行东路 然后看到 有一家叫做什么东西 有一家那个什么 百货公司的什么东西 然后向左转到中医街 一下就OK了 走一小段路 因为还不太能判断 要中医街在哪边 就到阳明 好险我立刻就去 立刻去打电脑 打电脑挂号 5号我就想说 不能其他东西都停下来 本来想去买个面包吃还是怎样 去看 没有人 那个眼科助理医师 马上就叫我去 里面报到 拿肩膀卡跟那个 拟拟症 拟拟症讲一讲 拟拟症就帮我看 他说你眼睛还不错 这很好的事情 我说我眼睛还不错 因为我都有买眼药水 治疗 有时候我没有办法 也是敢去医生都下班了 8点半医生都下班了 有时候是没有时间 充足时间 所以今天能够看来 医师说我眼睛保持得很好 能够肝炎病跟那个什么过敏 都有治疗 所以他很高兴 我也很高兴 他帮我测一下眼压 眼压也还好 所以就马上医生就开 连续处方间三次给我 这个买眼药水不便宜 而且价格很乱 就价格 就是讲得好听 这是有竞争性的 因为价格是差的 所以有的眼药水 像这样的眼药水 不得不说一下 不是什么隐私权 这个蛮普通的 利敏亭 对不对 利敏亭眼药水 在荣总这边有一家药局 他有卖两百块新台币 我给他买不好几次 有没有时间去看 也可以医师 然后我在新店 我一家老的药店 不是要这样买 新店以前那个驱公所 对面有一个宜康廷 他卖140 所以一瓶就差60块钱 你这买不下手 你两百块跟140 这价格就差很多 所以市场上面的东西 还是要货问三家不吃亏 那给眼科医生看好 他今天看才290块钱 有连续处方监三次 像这个内栏 这个是肝眼症 我现在肝眼症好多 内栏 内栏的话 一瓶也是要120 你去一般的药店买 他也是要你120 所以我基本上面 他可以给我开连续处方监三次 在照理说前 最后就是省一点钱 五六百块 省一点钱就省个五六百块钱 然后我当然也可以去 去阳明医院拿药 因为他的药 他的品质可能保证的比较好 他的药是会抗 就是说 我觉得不是很容易 像一个经营医院 你的药价差上面就是很难解决 我以前也是 所以说中国制药以前 我也是买那个利听藤 利听藤 利听藤价格就差很多 你在阳明医院附近要去买 在农民总医院要去买 在新店要去买 价格差很多 然后在新店市买 利听藤就很贵 在农总旁边买就很便宜 所以杨明医院买也是很便宜 就是很奇怪 就是这方面的事情是非常奇怪 就是要价格 同样一个中国制药公司 做利听藤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看到这个大帅哥 林寅正眼科医师 也会想到我们 我们那个小姐 我们公司的小姐 她的眼睛 那年轻轻的小姐 她的眼睛弄到了 她去看 但是说是像中央南路那家眼科医师 她们当然就赚取暴力 牢狱不均 我今天去看林寅正 林寅正他们那边 阳明医院 我去看过好多次 很少超过几个人在那边等 现在公立医院有她 医生她有她 了不起的地方 就是她有限制 她有对病人比较好的地方 我们非常谢谢 姜明医院林寅正医师 也就是我的小同事 我们的这个公司的小姐 她都找到好的眼科医师看 今天晚上当然骑脚车 算非常顺 一大段路都在中程路 靠着天猛棒球场骑 没有什么 比较难骑的 有一小段而已 骑起来脚车车 晚上还是算晚一点 还算骑得蛮顺的 我是吴季辛 很高兴做这样子的报导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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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